你们知道东北的物价有多低吗 今天是我来哈尔滨的第一天 他们说这家盒饭很便宜 菜又非常多 咱们进去看一下去 人特别多 这个菜也太丰盛了吧 老板这一共有多少样菜 20多种 20多种 这个大鸡腿特别好 然后还有这个土腾肉 这个鱼 这什么菜啊 这个东西 3-3-2-多 是东北的一个特产是吧 对 我看这价格呢 是一荤三素14元 二荤三素的是吧 我们来个顶配 三荤三素 来个大鸡腿 鱼也是一条是吧 对 素菜的话你就是自己打 素菜自己打 它这个泡菜呢 也特别的丰盛 这应该是辣白菜 这是海白菜 这就是我的豪华顶配套餐 三荤三素 然后这个素菜呢 是可以无限许量的 这鸡腿的外面的话 至少卖七八块了 这条鱼的话也是七八块了 咱们先来尝一下这味道吧 这东北的辣子鸡 稍微小带一点甜啊 好像咱们四川的不太一样 味道很好 他们家呢 在网上非常的出名 我刚问老板 你说 我说你们在做营销了吗 他说没有 我觉得卖盒饭的店 应该也不可能是做营销 应该是口碑相传 咱们再来尝一下这大鸡腿 你看这鸡腿多大 嗯 这皮太脆了 有时候这在肯德基的话 这得卖几块钱的啊 这大鸡腿特别香 味道特别好啊 咱们再尝一下这个鱼 这条鱼是什么鱼呢 反正不是鲫鱼啊 我看这骨头不多 我在四川是很少吃到这个鱼 阿姨这是什么鱼啊 鲜鱼 哦 这鲜鱼啊 完整的鲜鱼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土豆丝 这个是素菜 把土豆丝炸了之后呢 来炒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就是炒薯条 22克钱呢 对于盒饭来说呢 它不算贵 也不算便宜 但是我吃的是顶屁的版本 这版本的话 你在自助餐店 你就可以吃个自助餐了啊 非常的丰盛 我觉得这盘 22克钱是非常的划算的 而且可以无限去量 你们觉得这个贵吗 我看来这吃盒饭的人啊 就各种各样的 我刚才也问了他们 你们为什么经常来这吃呢 我们看一下这哥们儿哈 兄弟啊 你们经常来这吃盒饭吗 刚才我在这呢 遇到一个东北的哥们儿 他也是拍抖音的 然后非常缘分啊 我就会想问几个问题啊 就你们这边都挺喜欢吃盒饭吗 我看大街上很多这个盒饭店 其实主要是因为盒饭又方便 就你应该去过 就是南方的一些城市吧 你觉得东北的物价算贵的 还是算便宜 就是便宜的 就哈尔滨这地方 我们说钱的地方 不能算便宜 但是还好 那你觉得哈尔滨这个地方 物价就是说也不会也不便宜啊 那他当地收入你觉得高吗 收入不算高 他其实这个物价 相对于他这个收入来说挺高的 但是在全国来说的话还可以 谢谢你啊 刚才那哥们儿说这边工资挺低的 我看出来看这儿照光啊 这个招打餐员工资3500 满秦3500是确实有点低啊 刚才那份盒饭吃的我是太沉了 我今天是来哈尔滨的第一天嘛 我觉得就我昨天晚上花一百多 住了一个四星级的酒店 然后今天呢 看到这个盒饭呢 又觉得这菜特别丰盛 就觉得物价特别便宜 具体的物价高不高呢 和刚才那哥们儿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在哈尔滨呢 还要待好一天 我们带大家去看 哈尔滨好玩的 好吃的 再见 再见